嗨,我是豆哥 今天,繼續來介紹第三張幻魔 降雷皇哈魔 在影王對上時代的決鬥當中 影王將場上的三張魔法卡送目 從手牌特招降雷皇 降雷皇在動畫中的設定 必須將我方場上三張魔法卡送目 才可以特殊召喚 這張卡不受陷阱卡的效果影響 緊急在當回合發動的魔法與怪物效果 才會對降雷皇有效 當降雷皇破壞對方的怪獸 該怪獸送入目的時 扣對方1000分的生命值 當守備狀態的降雷皇被破壞的回合 該回合我方所受到的傷害為0 降雷皇的攻擊方式是用閃電去攻擊對手 那這個實戰性到底是如何 讓我們來細數一下 一邊 降雷皇一上場 就擊倒伊黑洛暴風人 兩邊 降雷皇乘勝追擊 打到友善狗 三邊 降雷皇遭遇泡沫人 雖然對手的攻擊力只有800 但根據馬寶國定理 第三個邊肯定倒 所以降雷皇被擊敗 四邊 被擊倒的降雷皇獲得重生 但他一上場就遭遇閃光火焰藝人 閃光火焰藝人有效果加成 攻擊力大於4000 所以降雷皇又一次被擊敗 同算 時代在這場比賽裡 只當降雷皇打了四邊 不足五邊 所以最後 引完敗給了時代 這位年輕人不將武德 騙 降雷皇和另外兩張幻魔一樣 都是發行在407 它是死卡效果為 這張卡不能通場召喚 僅能將我方場上 三張永續魔法卡送墓 才可以特殊召喚 當這張卡在場上手背把勢存在 對方不能攻擊其他的怪獸 每當死卡戰破對方的怪獸 該怪獸送入目的的場合 給予對方1000分的生命值傷害 死卡的降雷皇 並沒有輸動畫太多 雖然需要三張永續魔法 但降雷皇還是具有一定的死戰性 你看 就是死戰神 要動不好 死戰神 死戰神 以前 有副牌叫寶玉獸 就是那個死掉會掉到後台 變成永續魔法的怪獸 利用寶玉獸這個特性 就可以輕鬆叫出降雷皇 但是 寶玉放了降雷皇 並沒有比較強就是 死卡的降雷皇被拿掉一些效果 這些效果 被拿去做成另外一張卡片 濕熱的霹靂 當降雷皇以自身的方法特招到場合 除了原本的永續魔法 也可以將里側的魔法卡送墓 一回合一次 我方場上的降雷皇 以攻擊表示存在的場合 可以抗掉一次對手魔線的發動 在那之後 將降雷皇轉為守備表示 當我方場上 有一張幻魔離場的場合發動 這回合 我方所受到的傷害為零 這張卡的命名 是取之於降雷皇的攻擊招式 濕熱霹靂 這個像是被雷打到的構圖 在幻魔套牌被重新設計 還原降雷皇的動畫效果 除了原本的永續魔法 現在 只要是蓋著的魔法卡都可以吃 而且 離場零傷害的保護 也不再限定只有降雷皇 而是三幻魔都適用 三幻魔的設定是在致敬三幻神 不管是在造型或是效果方面 都可以找到一點三幻神的影子 從降雷皇的外觀來看 他長得就像是 呃外觀看不出來 那就只好使用刪去法 幻魔王致敬巨神兵 神焰皇致敬天空龍 那這尊黃色的骷髏 肯定就是在致敬異神龍 除了造型很不一樣 降雷皇的效果 也很難跟異神龍做直接聯想 異神龍是支一千 燒一張怪獸 降雷皇則是打倒一張怪獸 扣對方一千 雖然都是一千 但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效果種類 其實我跟降雷皇有但淵源 高一的我是一位轉學生 因為碗道部的關係 我選擇低調 沒有告訴同學 其實我是一位決鬥者 直到一天早上 我在萊夫買早餐 看到櫃台有賣遊戲王的卡包 就隨手拿來一包去結帳 打開後金鍵 喔幹 是金樣的降雷皇 這應該值不少錢吧 在我高興之餘 剛好被後面的同學 翔哥看到 欸 原來你有玩遊戲王喔 沒有啦 我只是收藏 欸這張卡很帥耶 還會發光耶 對 翔哥是一個沒有接觸過卡片的人 他對這個遊戲的了解 只停留在國小盜版卡 於是 我開始向他介紹 讓他重新認識遊戲王 後來還帶他跑卡店 沒在開玩笑 進出校園 都是腳踏車代步的翔哥 出手就是直接一盒407 這是我第一次幫朋友開盒 雖然都不是我的 但一次開30包的感覺 真的很過癮 開著開著 翔哥突然大叫一聲 原來 他抽到降雷皇 而且還是凸版的 這是翔哥人生第一張凸版卡 但他卻沒有為此高興 他做凸版的卡片看不清楚 感受不到怪獸的淋壓 比起凸版 他反而比較喜歡金亮的款式 所以他提議 用凸版換我金亮 我告訴他凸版的配率 說這並不是等值交換 但 他是腳踏車代步的翔哥 所以無所謂 完全不在乎價差 好吧 賀成交 雖然他良心過不去 但看他笑得很開心 我也熱在心底 直到現在 這張凸版的降雷狂 還一直躺在我的卡車裡 我是豆哥 翔哥 認識你真好